统一回答一下关于鄙视大多来自同胞的说法 我在这儿就我刚刚刚刚发出去的那个视频里头 就是讲那个华人圈里头鄙视链的那个视频 里头最后那块我提到的 就是说你受到的绝大部分的鄙视在美国 实际上是来自于同胞 而不是这个所谓的种族的这种显性的启示 很多人理解不了 刚才有一个朋友他因为加了我微信了 他就跟我说 这个就跟我 他不是杠我 他就是就不理解这个 他问我你能不能解释一下所谓这个 我觉得可能好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我在这给你解释一下 跟大家就是为什么说感受在这个华人圈里的感受 这个鄙视要远远多于你在外 其实我来美国将近20年 我基本上就没有感受过其他种族 所谓的给我的这种显性的鄙视 基本上全是来自于同胞 就比方说 在对于同胞的时候 你刚来美国的时候 那些早你之前很多年就来的 他们觉得 哎呀你你现在要走的面临的很多困难 我们当年早就过过去了 你看我作为一个前辈 我来指导你 这个语气呀态度啊 就会多一些傲慢 然后呢甚至多一些调侃 甚至有一些呢 夸大你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而有的时候你去找他求助 他可能不愿意直接帮助你 但是他会说 行行行我来帮你 但是呢 好一点的呢 就是说细水长流 能帮一点 是一点 坏一点的那些人呢 就是故意给你添麻烦 然后呢 就是属于这种 因为资源都是有限的嘛 所以呢 很多人有一种扭曲的心态 就是觉得 哎呀你这个新来的华人 你要抢我们这个 这个什么资源了 所以有什么好多信息 他不告诉你 或者说本来有一些这个 好这个我就不说了啊 这个其实你要知道 这些可能在国外的华人圈里头 大家这个感受不到 所谓的这种歧视 我给大家举一个 就是在国内的这种 这种能有深刻体会的这种感觉吧 就是 我说实在话 好多人经常说 你看美国是不是种族歧视 特别严重 我特想跟你们说的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每次回国三个星期 或者四个星期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回到国内 每次回到国内 在社会上感受到的那种不爽 或者被我能定性为 所谓歧视的东西 让我心里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可能是我在美国 将近二十年时间里头 总的感觉受到的那种 来自中国人以外的歧视 都要多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比方说 在美国这个地方 你在什么地方 我所说的是 这个歧视是这种显性的啊 隐性的可能行业也都有呢 它包含着一些 所谓的什么经济歧视 各种不同东西 没有纯粹的是种族歧视的 说实在话 但是你看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 我回到国内 作为一个这个坐公汽车的 对吧 我就经常能看到 这个公汽车上 就是说 嫌老人上来慢 有的这个 上次有一大姐 就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 刚上那个公汽车 就三三一 这个北京从香山 开到那个哪的 那个心结口火口 那个公汽车 上来就说 那么大年纪了 你还老在外头 找什么劲的呀 就是感觉 他鄙视一个 腿脚不好的大爷 虽然他不是直接鄙视你 但是他让你心里 特别不舒服 你知道这个感觉吧 然后呢 我回国主要是去 各种这种旅游的地方 做视频 那比方说 我在到处去问路 给我回答问题的 很多人都是爱答不理的 哎 东京地边问问 那个事 我不知道 基本上都是 但是这个路人 咱们可以理解 对吧 你没有义务给我回答问题 但很多景点的工作人员 包括故宫的工作人员 哎呀 你上去问他一个问题 就好像欠他什么的 就那种 爱答不理 那边 就看到那边 你稍微好一点的态度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跟我说个话 哪怕你字不多 你稍微态度好一点 你说先生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对吧 或者你哪怕跟我说 先生 对不起 我他妈不告诉你 我就不想告诉你 嘿嘿 你对我微笑一点 你哪怕说了一个 他妈 我都可以理解 对吧 你用这种表情 看着我 那就有点太二了 然后反正就是 咱们不说这些 咱们就光说 这个平台前一阵 我被这个平台 拉到了一个 这个抖音 专门管理海外直播群 那个群主的 那个群里边 按理说 作为一个任何 不管是海外用户 还是咱们这个抖音 你们国内的用户 咱们使用抖音的产品 咱们算是他们的客户吧 我觉得 咱们应该算是人家的客户吧 但是我感觉 那但是我感觉那个群主 就是属于你问他什么问题 他说看公告 看公告 就是你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不愿意直接回答 你就让你看公告 但群公告 说实在话 写的乱七八糟 而且那就是 就是本来 你回答一个问题 对吧 但是我可以理解 群里那么多人 接个人问一个问题 那人问一个问题 你不愿意 你觉得这个 但说实在话 那是你的工作呀 对吧 我们不是求着你 说抖音爸爸 我们在你这个平台上 我们是 我们不在你这个平台上 搞直播 或者说我们不用你这个软件 我们作为消费者 我们活不下去呀 我们还不至于 至少我不至于 对吧 你如果要把我号封了 我哪天升级 我不玩这个了 我也我也不是说 我活不下去了 顶多就是说 我可能就是 是有点损失 毕竟你经历 经营了这么长时间 粉丝也上十几万了 光机他给你停了 但是你不会影响 我的日常生活 对吧 所以我犯不着 跪舔你要怎么样 但是那个那个 这个微信群主 就是他那个抖音工作人员 给你感觉就是属于 哎 你这人爱干嘛干嘛去 对吧 别烦我 这虽然是我的正常工作 但是你不要影响 我正常工作 我不能这个直面 直面的回答你的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歧视 对不对 所以说实在话 各行各业 你就能感觉到 你去某一个地方去办事 工作人员本来是 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 解答你的疑问 并且态度很好的对你 对吧 在美国你遇不到这种事情 在美国你遇到这种 基本上大家对你 都是表面上至少客客气气的 然后过得去的那种感觉 不会让你觉得没有尊严 对吧 但是在国内 你就是总能 那种心理特别 在哪 跟只要是跟人打交道 就老觉得好像是 哎呦对不起 我真是 我这麻烦 哪怕在工期上 对不起 我放在你脚落地了 我就稍微挪 所以就总觉得 人和人之间 就不是那种平等的那种那种关系 对吧 所以好了 我也不多说了 反正我举的这些例子 你就能感觉到 我相信咱们国内的人 你们身边能感受到的这些东西 比我们深刻多了 我相信是这样了 对吧 那可能有的人说是 北京这种地方 大城市人情冷漠 可能小一点的地方 你们之间 即使是不认识人之间 互相可能也是 关系非常好 或者说很有礼貌 咱不否认 肯定有那样的地方 对吧 但是呢 反正以后 只要有人还在想 哎呀 你在美国 有没有感受到种族歧视啊 或者说什么什么 什么鄙视啊 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表达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你在美国生活 基本上就还像我一再强调了 显性的歧视 你基本上感觉不到 但是呢 无论你做什么 至少你能很有尊严的去做 你的面子上是过得去的 谁给谁面子都是很足的 没有那种互相之间的鄙视 哪怕他就是瞧不起你 但是他很微笑的告诉你 先生 我瞧不起你 但是没有那么说 但至少人面子上是做到了 对吧 所以我就想说 咱们国内啊 你如果就 你装一下 你都能 就互相之间 你鄙视别人 你装一下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我能感觉到的一种 就是能跟大家解释清楚的一种鄙视吧 这视频啊 之前我说过类似的 没发出去 不知道这个 能不能发出去啊 点赞加关注 带您看整事物包装的美国 转喷 反吓 词